近日黑心油品問題持續延燒 食品大廠捲入混油事件 鼎興衛權也涉入其中 加上鼎興在屏東內埔也有設廠 立委簡東民11月6日 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質詢時 擔心屏東地區的居民用油安全 甚至在原住民族地區的小型商店或雜貨店 可能都會成為稽查漏洞 要求衛福部加強 滲入原住民族地區的稽查工作 衛福部次長許明能表示 目前行政院已經組成跨部會的 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取締小組 從11月1日就開始擴大檢驗油品 米、團購美食、有機食品等 已經認證據國家標準的食品 或每日必需品分批稽查取締 一旦發現違法市政就要嚴懲公布 也表示原住民族地區 也會透過地方的衛生局、衛生所 聯合持續稽查 許明能表示這次結合中央和地方的能量擴大 生產地或是製造的工廠開始主動出擊 進行重點式的機場和檢驗 試圖要挽回民眾的信心 記者丹丹法阿利夫立法院採訪報導